大家好,我是谁不忠勇 重要的是,今天是我挑战80天冰激凌黄车赚100万的第30天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兰州了 看看我们这次在兰州的生意怎么样了 那这次呢,我们是停靠在了我朋友的一个地方作为售卖地点 这个位置是在兰州市的市中心的一个山顶上面 叫做罗九公路 它这个地方呢,属于一个小众,但是又很网红的地方 那么我们今天就想测试一下这种冰激凌房车在创业旅行过程中 在这种小众,但是又很网红的地方 它的整体情况会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我兰州的朋友二猫 他现在作为老板一样,在积极紧张地和客人在介绍他们的菜单 你就不打扰他们 其实我一个星期以前就到这儿了 然后在这儿居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呢,我认识一个特别可爱的阿姨 这就是那个阿姨 阿姨现在在做豆腐 在打水 他这个店很多人应该在小黄树上也看见过就是藤原豆腐店 很多玩改装车的朋友们很喜欢在这个地方 当然了这就不用说了嘛 他们家的特色就是藤原豆腐 我们的冰激凌车营现在开始来客人了 拜拜在那里紧张地打 我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在以前的日子里面我们只有一块黑板 但最近我们研究之后 我们把种类增加了 增加到了两个黑板 其实我很想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冰激凌房车的这个创业旅行过程是越来越难了 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樱桃妹现在逐渐在长大 所以不像以前这么安静了 她会乱爬 会乱摸东西 我和妈妈就要看好她 尤其是我平常工作的时候 她妈妈看她的时间是最长的 所以拜拜就很辛苦 这就是我们日常的时候的样子 妈妈和考拉姐姐在那里忙着 然后樱桃妹就坐在那里 樱桃妹 樱桃妹知道现在我叫她了 樱桃妹妹 六千 目前我们的这个电压是52.8V 然后电池是280A时 94%的电 然后其实我们最近的时候改过这个 我们车的这个锂电池 从以前的四百A到现在改成了这个三百一十A时 所以今天正好一块测试一下 我们这块310A的电池到底够不够 这个一边做冰淇淋一边生活 在实际的测试当中 这款48V310A的锂电池 在经营和生活同时极限用电功率最大时 完全可以满足整整一天一夜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大概能用多久 大家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然后我们在这儿差不多收卖了 有三个小时了 但是目前情况比较一般 并不是说有特别多的人过来买 看看晚上怎么样吧 爸爸妈妈在忙的时候 他就请一个人吃小米饼 来发灾 然后看窗外的故事 他给你来 谁要转着呢 这是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已经十点半了 然后我回到了这个我朋友的民宿这里 然后濒临房车那边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但是我们今天的营业情况不是很低下 应该差不多整个流水吧 不到700块钱 那通过今天这个流水和这个营业的情况上 来看呢 就是大家从我的镜头里边也看到了 就是这个地方相比我之前那些人流量比较大的那些场地 要相对来说人流量少一些 第二个原因呢 我觉得是兰州这边天气的事 就你别看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太阳 但是到了一旦没有太阳的时候 兰州这边的天气就会变得稍微有一点点冷 那一旦冷起来 很多人对于吃这种冷饮啊或者是冰激凌甜品的欲望就会减少 所以可以当那个 哦 摄纸一样的那个便利点 这都是我自己摄纸的 老爸 今天是我们售卖的第二天 你觉得会怎么样 还行吧 情况呢 还行吧 现在有600多块钱吧 要比昨天好一点吧 对吧 差不多 昨天某个货道我都记得天黑了 才不到700 是吧 后面还行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努力吧 加油 加油 在兰州我们待了一个多星期 不过售卖的时间只有三天 虽然没赚多少路费 但我们一家人也赚了 樱桃妹认识了我朋友的孩子丁丁 我们还被虚久未见的兰州朋友 邀请吃各种当地特色美食 香水 热鱼 羊皮是他们家的特色 所有的广告出 这些刀 白白你快尝一下 好吃 好吃 饱了吗 不要走 怎么样 怎么样 在里面 怎么样 待在朋友家一个多星期 我们为了填补内心的不好意思 离开的前一天 我们去菜市场买了些食材 晚上亲手吃了个烤肉 请朋友吃 我们一家人下一站将继续往西北走 这是我们开车黄修创业的第2035天 也是带着樱桃妹旅行赚百万的第33天 我们会挑战成功吗 我们在吃虽然看到了 我们在吃虽然之间 我们在吃虽然之后 我们要餐的 我们来到很多一点 我们去这里 我们在看 我们在看 我就在看 回头 孕快 我们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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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识月 我们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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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看